速度的确是超乎外界的预期 来看看中国 昨天是中共的党庆 刚刚也聊到了 党庆到底发表了什么重要的谈话吗 习近平在这场会上面 引用了李后主的一句话 前一句是小楼昨夜又动风 他引用了后一句是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鼓励这些青年干部们 要牢牢的守住信念 否则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他说唯有以侠路相逢 勇者胜 这样的气概才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才能赢得尊严 赢得主动 绝不能够抛弃马克思主义 就会发生苏联解体那种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 甚至他7月1号也曾经讲过 数点望中会犯失去魂脉的 颠覆性错误 绝对不能抛弃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要坚定 要有自信 所以拜登在高规格见 谢峰这件事情上面 谢峰就是现在驻美大使 我们知道他悬缺了好几个月 是过去很少见的一个情况 但他在就任之后 现在总算拜登接见他 向拜登递交了国书 他穿什么衣服呢 穿中山装 连这件事情都被大家很关注 拜登对他是相当的礼遇 包括两只手紧紧的握着 他的一只手来透过 好像很善意的互动 至少拜登给予中国驻美国的代表 是有这样子的礼遇跟规格的 但是过去对于秦刚 前一任大使却不是这样 当时被形容是把战狼晾在一边 美国媒体形容 拜登政府冷对中国大使秦刚 还限制他 这个能见那个不能见 只能跟少数的美国官员见面 连布林肯都没有见过 这是发生在2021年的事情 甚至曾经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被打断了23次 那对方他是谁 他是临时是谁 当然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 所以他被打断到 后来已经喊到生气的样子 就是说请让我说完 也不断的互相在 为了自己能够好好的论述 互相在一些bargain 跟所谓的斗争当中吗 而美军现在当然要说 要跟中国建立官方的通话管道 却不接受中国要求 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 那美国五角大侠都说 不需要取消制裁 一样可以取得管道 这个是国防部的新闻秘书 莱德所说的话 Austin国防部长 现在就可以跟中国的 国防部长沟通了 所以制裁不需要解除 他也能够掌握 跟对方官员的沟通跟资讯 但显然这一步迟迟是 没有办法踏出去 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 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担心 连美国自己本土都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 连个好莱坞都要来管 TOPGON捍卫战士 有个条款出现了 五角大下 就更新这个电影 跟电影制作公司的合作规则 禁止 禁止他跟中国大陆的审查要求 如果配合的话 那我在美国这里 我就不接受你 相关的规定跟配合 你要要求拍摄或干嘛的 所以他直接连好莱坞的电影 都要来控制 保证不送陆方审查 这不是为难业者吗 到底要中国市场 还是要美国市场 这不是全球市场 所以把手也伸到这边来 做一些丑恨值的操作吗 而中美的交流 是从基层慢慢来 不知道还要爬多久 才能够进一步 变成两方高层的沟通吗 叶伦七月初想要访中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成行 Austin要恢复军事热线 拜席会还在被割制当中 倒是助理国务卿康达 跟国研院院长徐步 先见了面 所以就美中关系来讲 现在什么情况呢 两军的高层不交流 好像还不是最差的 最危险的是在分析里头 这个是美国之音分析 最糟糕的是什么 双边的关系持续 还要再下滑吗 双方没有办法 就任何一件事达成一致 甚至对于事实的认知 事实是在哪里 都不知道的话 那当然才是 双方最危险的时候 委员怎么看 这个当然中共党庆 他的精神谈话 对于美中关系 也好像定了个调吗 当然习近平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党性里面 当然要不断的提醒 苏联解体的悲剧 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整个经济 社会 政治 军事 就陷入一团混乱 后来到了 应该是到了普丁以后 才慢慢收拾残局 可是这中间很多人 一辈子最黄金岁月就已经不见了 所以他一再的提醒说 要怎么做 才能够避免苏联的解体 所以他会引用一个 李后组的春花秋月何时了 最后一句话 雇国不堪回首越民中 讲说不好好干的话 这个中国会出现悲剧 尤其是在美国的打压之下 还有现在很复杂的 地缘政治的斗争中 所以他们要鼓励共产党人 是一定要怎么样 要敢于斗争 强于力的斗争 的确 你看看秦刚刚去的时候 是美国打压中国最激烈的时候 不给好脸色看 不只不给好脸色 就把它摆在 晾在那边 而且在美国社会走动 很大的困难 这很不礼貌的 对 非常不礼貌 而且是忍入负重 连媒体访问 那个主持人都没有好脸色 所以故意打断他的说法 那一幕大家其实都看到了 但是经过这一段时间 没几年 为什么美国打压马上转向 对这个新的大使谢峰 去高规格的接待 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在秦刚之后 打压没有发挥效果 美国只要调整战略 过来怎么样 维持另外一个跟中国 稍微比较正常的交流 因为打压无效就会如此 如果打压有效 今天谢峰去继续打压 谢峰也很刻意的 就穿着毛式中山装 其实毛装就是毛式中山装 中山装是谁创立的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是越南一个华侨 也是孙中山的金主 他在越南河内开了一个西装店 特别帮孙中山设计的 孙中山穿在身上觉得很有精神 这大叫做中山装 设计中山装的名字叫黄隆森 是一个越南的华侨 也是革命的捐款者 他故意穿这个毛式中山装 去建这个 拜登显然很有深意 很有深意 他太太叫王丹 穿的是旗袍 就是那个 就是me too的那个 那个有关于这个美国人 现在只好打自己的脸 来自己解释一下 李尚武不想见他 要向后面见面条件 就是要取消这个制裁 美国又不肯取消制裁 然后故意讲说 我们也可以跟对等关联沟通 好像不跟你尚武见面也可以 这个真实的 怎么这样讲往才怎么说怎么怪 美国人往才唾沫至干 美国电影如果要不断去炒作 中国话题 不能让艺术归艺术 政治归政治 我们当然了解汉瑞战士 是美国国防部有补贴的 在帮美国的战机做宣传的 招生 拍得很好 真的也拍得很好 这个各国都可以学习 但是如果你整天在搞这个 搞那个 你美国的好莱坞电影 不能在中国大陆上映的话 你损失更大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中国大陆只少数开放几支影片 美国的电影光在那边 不只是回本 他根本就站得在美国的电影的 这个什么销售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美国电影 想要他放弃中国大陆市场 美国国防部 你会不会看贪得起志气 接下来可能就是 艺伦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我们就看他访问的结果 最后怎么样子 就可以判断中美关系 未来的走向 可能会跟布林肯一样 事先很难掌握时间咨询 到了才知道 时间前才发布 小警长怎么看 现在这个国防部 还有双方对国防管道的要沟通 显然是还是有障碍 光要取消制裁美国不愿意 那当然就没办法充实管道 我们这样讲 美国为什么制裁李尚福 为什么制裁大陆的国防部长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大陆买了苏凯35 买了S400 可是我们问一件事 只有大陆有买吗 没有 印度也有买 印度有买 你怎么不 同样的也制裁一下莫迪 你要不要来一下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是这件事情 因为美国就一直想要 认为他可以从实力地位来发言 但是实力地位 你确定在东亚 现在真正的实力 是掌握在美军手上吗 不一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凭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件事 也就是说 美国又新军售了台湾 138亿的相关军售 其实大陆政府应该借此 一样制裁奥斯汀 然后来谈 你们两个来谈 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 冤冤相貌 然后这不是冤冤相貌 这就是平等地位 就是你制裁我的国防部长 我就去制裁你的国防部长 然后看你愿不愿意来谈 当然你也不愿意 那如果是不愿意的话 那为什么制裁李尚福 因为李尚福不是唯一 那我们接下来讲 其实美国最想恢复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热线 两个军种之间的热线 他们一直都认定中国不接 中国为什么不接 因为美国的恶劣的 那个记录太多 你想要刺探我的反应的时候 你电话就响了 然后不然的话 这一个热线电话拨来拨去 其实没有意义 你都是隔了几天你才拨 我们曾经讲到 讲过2021年爆发在东沙 附近的一个水下的冲突 你是几天以后你才拨的 你是两天以后你才拨的电话 那那个电话有效吗 可以当时立刻的解决 即时的冲突吗 不行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为什么要做一种 这样的动作呢 其实也不过就是试探一下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你解放军是如何反应 你的指管是不是能够到位 你就不过是如此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也没什么好讲的 而且事实上来讲 你们都已经是安排好的一个剧本 但是当然现场是什么状况 那还要进行综合研判 才能回电话 那这个电话的维持还有必要吗 袁教授 我针对习近平讲到那个 我们绝对不能够放弃马克思主义 这句话来让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这里面所包含的重点 因为你在大陆到处都可以看到 四个自信 四个自信当中 就是第一个是道路自信 第二个的话就是理论自信 那个理论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是制度自信 第四个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文化自信 也就是谢峰为什么穿的 不管是中山装也好 或者说是毛装也好 就见美国的总统 这里面的话 它是有系列有概念的 大陆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中 所有的重要的大学 甚至于普通的大学来讲 里面都设有马哲 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马哲本身的研究的话 是大陆自己在做道路的选择 我建议大家要了解大陆目前的发展 要看一看大陆拍的电视剧 觉醒年代 那个年代当中 我们台大的傅斯年 还有我们中原院的院长胡适都出现 那个时候的的确确 中国在选择道路的时候 左派跟右派之间做选择 后来李大钊他们选择了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话 从这个1921年的创造到现在 70多年这个党境中的发扬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扬 已经变成全世界之最 最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最到很多大陆人以为 马克思是中国人你知道吗 以为他姓马跟马 你就同意中庆会党 这些发展到这种地步 因为现在的话 大陆有一种新的理论 会觉得说 马克思虽然是德国人 但是他是替中国人 写的这套理论 因为我们中国人在发展 治国理念上来讲 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部分 不符合时宜 马克思主义的话 大家一般来讲都不了解 实际上的话 非常值得我们要了解 因为你在没有道路的选择的时候 你一定要有个道路 有个道路你才会有理论 有理论以后你才会有制度 有制度的话 就是要发扬 专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是一个连贯的想法 不这样子做是不行的 为什么 苏联因见不远 非常非常惨 人家俄国人搞这个 马克思主义的话 说丢就丢 那个时候我人刚好在欧洲 1991年的12月31号 哥巴切夫宣布苏联结束的时候 整个一大堆的老的红军穿的全身都是军装的衣服 都完全搞不清楚 自己二十大战的卫国战争是为谁打的 为何而战 到今天的话 乌克兰有很多俄罗斯的老兵穿的军装出来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牺牲了多少人 牺牲了2600多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 苏联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苏军本身所产生的义士 那不靠马克思主义的话 是有哪里有这么伟大的精神 好了 现代普京一下子没有苏联了 他在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 他讲到谁 他讲到300年前的彼得大帝了 我们这里能够开口闭口 就是秦皇汉武 你要了解 因为在本身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国家如果不强 老百姓怎么会有好日过呢 皮子不纯 毛将安妇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所以说习近平讲这句话的意思 是有很深刻的哲学意涵在里头 大家可以姑且听一下 然后仔细地了解一下 我自己对这个很有兴趣了 我是说得比较清楚一点